好,就是這個案子是因為明年是GNV的10周年 然後我們就在想10周年有什麼形式 誰一起討論,因為這共筆當初是直號開的 然後前幾天就是揪鬆團在討論的時候 有想說如果要做Podcast的話 好像是一個不錯的形式 因為現在就是,也不是說現在Podcast很流行 但它確實是 但是我覺得在GNV就是要跟大家介紹的時候 用文字可能都還不夠生動 我覺得其實來現場是最生動的 但是就是如果另外一種方式的話 我覺得用講的也是蠻不錯的 所以我們就在想說做Podcast的方式 那受眾的話是因為其實從你知道GNV 到參與GNV是一個還蠻漫長的路 我也知道今天有些朋友 他說他是一開始就GNV創立的時候 他就知道了 然後到今天才有來參加 所以其實是需要蠻多 跨越蠻多的阻礙的 所以我們會希望如果就在這個Podcast可以是透過這樣的方式去讓 知道GNV的人先進一步的了解 然後願意來譬如說參加大松或是不同的專案 然後形式的話就是為了不要累死我們是想說要雙周跟 但是但是就是如果我們有討論可能一開始先預錄個四級五級 然後可以單周跟的話可能可以先維持一些熱度 然後大概是半小時 所以我們想像中因為我自己是沒有做Podcast經驗 所以就是可能是要有仿綱啊 主持人啊 後製剪輯等等的東西 那內容的話 因為我覺得GNV社群是很流動的 所以其實八九年前的GNV跟現在的GNV其實在不管是參與者 或者是我覺得在專案上面也都有不一樣的地方 所以我們覺得可以去邀請不管是過去的專案或之前的參與者 一起來聊天或者是比較深入的去聊不管是他為什麼加入GNV或為什麼他又離開了 都是蠻值得去知道的一些點這樣子 然後也可以跟時事有一些結合 譬如說像是在公投的議題上面可能很多的倡議團體 他們是有對針對特定的議題去做討論 那GNV社群的話像是林立他有提出是怎麼樣用科技工具來讓大家去做討論跟思辨 所以這個是當初大家寫的可以訪問誰跟可以被訪問 然後浩天我看也有跳坑說他有相關的經驗所以可以一起試試看 那我會希望就是因為揪鬆團其實本身就是辦黑客鬆或活動其實也有蠻多事情 所以會希望有更多的大家是可以直接不管是來當坑主或是一起來參與這樣子 然後我列了一些to do就是可能要寫企劃 然後找收集一些海量額 海量上次被說太多大量的資料 就是大量的資料才能夠使用 因為社群有很多的文件跟共筆 那如果想要做好採訪或者是想要做好對談 其實資料是很重要的 然後可能要抓一下時程 跟就是做一個治理機制 這樣子讓就是東西上架之後也是都通過大家的討論這樣 所以就歡迎今天有時間可以來找我聊聊 好 然後